作为一个封色厂呢 目前日月光做到了全球最大名气响亮 而董事长张前生呢 是2013年这个富士比排行榜当中 台湾富豪的第十名 他的身家超过了960亿 但是对比很强烈的是 日月光仍然使用了大量派遣工来压低薪资结构 而正式员工的薪水也不高 只有28000到32000之间 比起其他的知名大厂要偏低 员工爆料这家公司八年来 底薪只调了1300元 一大早日月光高雄厂员工顶着寒风上班 公司名气响亮 但员工们的薪资却低得可怜 这个人力运用的考量上 希望增加弹性 会采派遣的方式 让这个招募的成本降低 日月光正式员工的薪水 只有28k到32k 比起台积电40k起跳 加上分红 日月光简直是鞋暗工厂 与其他知名电子大厂相比 员工薪资已经够低 但日月光还雇用大量的派遣工 与三家派遣公司签约 派遣工的薪资只有一万九千多元 没有正式员工的福利 不能休产假 育婴价更没有年终 用大量的派遣工压低整体的薪资结构 在排班上面给员工过多的班 他们一个月延长工作时间 超过了46小时 更夸张的是 从99年到今年12月 派驻在日月光的派遣公司 就因为工人工作超时 以及加班费不足被罚了五次 一二大厂老板赚大钱 对于薪资几付却占尽员工便宜 有员工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向议员投诉 有两个孩子的女性员工反映 公司薪水一直向六七十年代的薪水 调薪也是政府有题 才意思以下调一百多元 还有人说到公司八年了 底薪值加了一千三百元 日月光老板张前生 2013年是富比市台湾富豪排行榜第十名 身家超过960亿 但公司员工的薪资却相差上万倍 被老板受员工的管理制度 也让员工愤愤不平 记者梁家文 月方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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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